进入冬天之后,农民朋友们总算能够闲下来好好给今年算一笔账了。 虽然手里的农活停了下来,但是农民操心的事情同样不少。 今年南方多个省份先后遭遇了台风和干旱,水稻玉米等农作物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产, 所以很多农民已经关心起明年的年景来。 常年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还积累了一套预测年景的方法。 前两天在村里串门的时候就听见有老伯手里拿着历书一本正经的分析, 2020年是二龙治水,十一牛耕地,十人分饼。 从这上面来看,现在还不能保证明年的粮食能有一个好收成。 农村老人这种预测年景的方法对应的是我们的干支计法。 根据干支计法,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二是第一个循环券。 十二天对应的是十二鼠,其中第一个晨日是正月初二,对应的是龙。 以此类推正月十一的丁丑日对应牛。 正月初十是丙子日,而民间的丙子又称为丙子,所以才有了分饼的说法。 老人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龙是和降水联系在一起的。 以往农村建的龙王庙就是农民用来求雨和祈福的场所。 农村流传的说法叫做龙多要靠,龙少要烙。 一般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五龙治水,一整年都会风调雨顺。 明年是二龙治水,说明一整年的降水量有可能比正常年份多,也有可能出现汗烙不均的情况。 在农村的生产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时候,牛是农民用来耕田的主力。 而第一个丁丑日越靠后,用来耕地的牛的数量就越多,这也说明农村的土地耕起来比较费劲。 2019年是五牛耕地,农民都说今年的土地比较硬,明年是十一牛耕田。 按照这个方法推算,明年的地可能会更不好种。 另外,都说明以食为天,农民种地的首要目的还是填饱肚子。 往年农村条件还比较落后的时候,粮食的收成就更重要了。 要是遇到闹饥荒的年代,一个人的口粮不得不分给好几个人吃, 几人分饼的说法也就由此而来。 按照这个说法,明年一张饼有十个人分着吃,说明庄稼的收成可能不太好。 因为2020年是二龙池水,十一牛耕田,十人分饼。 如果这种预测年景的方法准确的话,明年的收成可能不会好到哪去。 不过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的进步,以往流传下来的说法也不一定完全合适。 你觉得这样的预测有道理吗? 对此,你还有哪些了解?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